我准备哈喽回答一下就是之前发的这个 今天这个房间光线特别好 那我的新床单 是不是很好看 我的小猪 第一个是怎么化解焦虑 一焦虑或者无聊就想吃东西 有时候要是我觉得面临一个我自己手足无措的事情 就是通过食物来化解自己的情绪 但是我自己也看过这方面的书 就是这个叫情绪性进食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情绪跟吃东西联系到一起 比如说是你觉得我现在不开心 或者我现在很开心 我跟朋友在一起很开心 或者我现在很焦虑 我现在很就是任何你自己本来就有的情绪 你就把它跟吃东西建立了联系 所以你以后一旦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绪的话 你就会想通过吃东西来解决掉 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贫富你 就相当于是吃东西是你的一个安全感来源所在 然后它的解决方式是 一个是你可以吃 但是你尽量要控制自己 就是大把大把的吃 比如说你想吃你买了一块小蛋糕或者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要有量 你要给自己设置一个量 不要因为情绪性进食 然后让自己突然吃东西很多 这样自己也不会说 然后无聊的话想吃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就是说关于你怎么你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 可以通过别的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去听音乐或者你去看书 就是用这些别的方式来替代掉进食这个行为 然后关于如果真的是在进食的话 你就要给自己设定一个量 有一种饮食法叫正念饮食 我让大家听过没 你要有意识的很专注的去吃东西 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大家可以去看看正念饮食的几个步骤 这里有一块阳光 然后第二个是想考江南大学的控制专术 学姐有什么建议吗 是这应该是另一个专业的问题 学姐的建议是找那个专业的学姐 最喜欢的歌是哪首什么时候能听到的 什么时候听到的 偏爵士的那种就听起来会比较 还有那种蒸汽波 有了蒸汽波的歌也好听 然后有了纯音乐吧也好听 主要是看那个氛围 就是我喜欢特别有氛围感的歌 我的QO记录 年度歌曲的排行 我的第一首 我听的最多的歌 居然是周杰伦的我不配 还有一首就是我之前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是放乐队的呼吸决定 我觉得那首歌真的就是 就听起来很很带感 我觉得很带感 我觉得呼吸决定真的就觉得 我觉得挺不逆的 对 然后Blackpink的歌 对于大一产品专业的设计专业的学生 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对任何大一大二的学弟学妹们的建议就是 大家要学会充实自己的生活 可能会找各种事情来充实 比如说你可能会去看书 你会去运动 然后会去发展一些兴趣爱好 因为你在探索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可以让你平静 有一些事情还要让你专注 我觉得专注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专注的力量决定你这个人 也不是决定 就是关系到你这个人有没有独处的能力 虽然我们大家都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但是我们不可能随时都跟朋友在一起 然后我们需要通过独处来想清楚 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 是通过独处了解自己 你想你跟朋友的相处是你可以更了解朋友 那你跟自己的相处 你就可以更了解自己 然后一个这个是充实 然后就是尽量有一个好的生活作息 锻炼好身体 对于大一产品设计的话 如果你对自己的专业还比较喜欢的话 那你可以继续去发展 你去练练手绘 你去看看你去学学软件 你去你去多看看设计里的书 刚叫个外卖没想到到的这么快 首先的是如果你还想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内 比如说在设计方面还是要做好基础 比如说手绘基础 还有就是你对设计的理解 多看一些书 也不需要真的只局限于设计的书 社科社会学的 然后经济学方面的书 还有一些别的 别的学科方面的书都可以看 然后对未来一年 客观还是悲观 就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我就是对新的一年还是比较乐观 所以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也要加油 无锡高三升想考西电 西安和无锡在哪些方面有差异呢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 我觉得无锡的车不让人 西安可能前几年这个车让人抓的比较紧 然后我在无锡有时候就是 我觉得那个刺激好像恨不得一拐一脚就把我撞飞 那的话它可能离你四五米远 它就开始减速 然后就减速 就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以食上的差距 我觉得西安还是主要以碳水为主 鲜的面和无锡就是我觉得南方地区的面是 大部分都是细细的面 西安的面主要就是油 然后面有细面 但是也有很宽的就这么宽的 这么宽面 呃城市的话 西安可能白天看着比较灰 但是晚上的话就比较明亮 尤其是就是大唐不夜城中楼那边 学业压力很大的时候会怎么调整 是自己充满向上的动力 哦我错过了一个问题 有没有想法找对象 我想找你 不好意思 呃然后回到刚刚那个问题的话 压力很大确实有 但是我自己有时候会检讨一下 可能有时候就是突然的一些汇报类的内容 会让我压力很大 然后有一个比较通顺的逻辑 整个课程作业的那个逻辑 还有或者是你近期研究的那个逻辑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觉得压力大家都有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压力 呃我们主要要做的是就是不要内耗 我其实之前也会陷入很沉重的内耗 我会觉得完了 我念不下去了 其实这些是没有用的 我要是真的觉得念不下去了 那我为什么退学呢 既然我退不了学 那就说明我还是可以念下去的 那我就要想办法把这个任务完成 强迫自己先从一些我能做的事情开始做 然后怎么调整 一个是我会跟朋友说 就是比如说室友还有关系好的人说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闺蜜 我闺蜜跟我不在一个城市 然后她也不太了解 对方的工作和学习都不太了解 不太会跟她说 我会觉得 嗯 有可能会给对方带来困扰 就是她可能想安慰你 但是她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她跟家人说也蛮好的 怎么样让自己充满向上的动力 其实我觉得热爱生活 真的给我挺大的动力 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总会想未来的我现在会什么样子 就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嗯 我会觉得这会让我心情也变好 这就是我有时候会通过改变 生活中的一些东西 让自己充满向上动力 然后再加上对未来的憧憬 这些都是一些可行的方法 我跟同学聚聚会啊什么的 这些都可以 可以让自己恢复精气神 还有最后一个同学 请示啥时候能装热水器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全家门口的花喵学长为何如此高冷 花喵学长是谁啊 但是全家门口的猫猫确实很高冷 我觉得我就没怎么摸过 狗帮的大哥是哪位 狗帮是谁 导师散羊怎么办 嗯 好跳跃的问题啊 导师散羊怎么办 那你可以先 你可以先问问其他同学的老师是 办怎么弄 然后你可以模仿 我们老师会让我们 每两周就会有两位同学 汇报自己近期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好 就是一段时间你会给自己 绷一个弦 你会觉得自己有事有事要干 然后你就会是个提起那个线 你可以隔段时间跟老师交流一次 但是你要带着一些东西去跟老师交流 老师你不要去了 就是想让老师帮你解决 那是不会的 你可以告诉他 你告诉他一个选择性的问题 你给他两样东西 你说老师我是这样好的还是这样好的 带着自己一些研究性的成果去问老师 这样老师也会比较好回答 站在老师的角度 你有时候泡给他问题 他可能一起办活也想不出来该怎么办 然后你要问老师的问题 也是需要你自己经过思考的 要不要赌博 当然不了 如何向老师优雅的提供情绪价值 好的收到 谢谢老师 好的老师 是的老师 我一般都是这样 就是我会在我说的任何话里面 就是把老师会加上去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尊敬 为什么总是扫不到单车 我怎么没有这么 这个困扰 取水桥为何这么难骑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课程压力比较大 我当时也是一个人住宿舍 然后我就一到下午四点 我就在宿舍坐不住了 然后我就会去南区或者是别的地方买 买我的晚饭 然后我就会骑那个取水桥 然后我就觉得从取水桥骑上去虽然很困难 但是下坡那个过程真的非常的舒爽 并且解压 为何这么难骑 那你可以问我取水桥 学校里的神秘涂鸦 是谁干的 不是我干的 UP的 UP的DMI侵蚀炫得饱吗 怎么说呢 我觉得侵蚀是这样的 就是只能是隔一段时间吃 你不可能每天都吃 这两天你出去吃油腻了 然后你可以用侵蚀来调节一下 但是呢 你不可能一直吃侵蚀 一直侵蚀 那不该脑子崩溃掉了 湖里的黑天鹅好吃吗 在怀疑我吃黑天鹅吗 没有哎 我没吃 我没吃过 啥时候能遇见我的花开富贵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问题 那么问问宁波 梁 宁波梁朝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 回答一下吧 今天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我第一次做这样的问题 我尽可能给大家剪的精简一些 哎呀 这个阳光真是越来越好了 拍几张照片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是我第一次做 Q&A的视频 如果有做的 呃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出来 我觉得今天这个阳光超级好 我这个刘海终于可以看了 前几天就是觉得很砍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Vlog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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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